这是一个哇塞的死鱼闹钟 睡得像死鱼一样的阿伟 都被活活熏醒 他刚想出门呕吐 却看到快递员站在门口 说阿伟有个大包裹 他以为两人是骗子 可听到快递员说邮费已经付了 他二话不说果断收了下来 阿伟本以为这是什么好宝贝 当他拆掉箱子时 里面却是一台旧电视 他瞬间呆住了 到了晚上 阿伟正写着文案 突然听到了电视的声音 他来到客厅 居然是电视自己打开了 上面还播放着丧尸电影 阿伟一看就是烂片 便关掉了他 可刚转身 电视又开了 重复了两次后 阿伟只能拔掉插头 很快 他睡了过去 可一旁被拔掉插头的电视 却诡异地打开了 里面的丧尸对着屏幕摸了两下 紧接着一阵电闪雷鸣过后 电视成精了 丧尸片里的丧尸从里面爬了出来 静止走向了阿伟 到了第二天 快递员因为昨天送错快递 又找到了阿伟 可一开门 就看到阿伟死了 见状 他们只能报警 很快 阿伟的出租屋被闲置 房东的儿女暂时住了在这里 可这天 电视主人球哥找到了这里 说他的电视被寄到了这 但阿强以为他是推销员 便赶走了他 没想到 阿强刚进屋 就听到阁楼传来了声音 很快 阿强来到阁楼上看到了电视 他果断搬下了楼 到了晚上 他把电视接上电后 调到了喜欢的频道 可刚坐下 电视屏幕上 却出现了白天那位女人 下一秒 他就出现在了眼前 此时 单纯的阿强不再单纯 面对这样的美女 他当场麻烧了 可电视一闪 女人又回到了屏幕里 嘲笑他太容易上钩 意犹未尽的阿强 对着电视表白 没想到 电视里的女人还回答了他 说他不明白 一次原谅爱为何物 突然 女人身后出现一个大叔 当场把他解决了 此时 猛逼的阿强更加的猛逼 大叔告诉他 这个女人不是人 还警告他电视很危险 阿强慌了 他询问大叔解决办法 大叔说 把电视搬到地下室 接着用一面镜子对着他 可话没说完 电视就花瓶了 到了早上 阿强从迷糊中醒来 他以为昨晚发生的是个梦 可看到地上的衣服时 他立马明白了过来 很快 他按照大叔的指示 把电视搬到了地下室 接着拿来了镜子 可还没开始动手 电视却先动手了 阿强见状 赶紧拿起胶布 没想到 里面的丧尸抓住了他 好在阿强拿到了斧头 手起道路解脱了他 随后 他把镜子封在了电视屏幕上 接着他把那只断手包了起来 然后冲进了下水道里 他本以为事情就此结束 却不料 刚刚电视机启动后 吸引到了之前被放出的丧尸 他们就像装了雷达一样 冲向了小镇里 还把邻居阿珍一家解决了 等阿珍回到家后 就看到一片惨状 很快 阿强找到了他 为了安全考虑 阿强把他带回了家 他们以为这是一起谋杀 就在这时 球哥又找到了阿强 但这次没有被赶走 来到里面后 球哥说 就是那台电视惹的祸 他们必须把电视毁了 而强姐觉得他一派胡言 为了不吓到阿珍 只能把他拉回了房间里 此时 阿珍正要刷牙睡觉 却不知那些丧尸已经找到了这里 他刚冲完嘴 一抬头就看到了丧尸 甚至连尖叫都没有 直接原地摆烂 连丧尸都怀疑自己是不是太丑了 很快 强姐找到阿珍时 早已被丧尸抱走了 他只能关上门 接着找到球哥两人 好在球哥知道办法 随后 他们把所有镜子装在了门上 但强姐还是一脸疑惑 球哥说镜子的作用 就是让那些丧尸看到自己的丑样 以此劝退他们 而且这些丧尸会无限复活 但没有传染能力 解决他们的办法 就是把他们关在电视旁边 让他们自相残杀 接着被电视收回 为了尽快救出阿珍 他们一大早就收好了装备 临走前 球哥对强姐说 如果日落前他们没回来 必须尽快离开小镇 随后两人就出发了 但他们并不知道 危险就在附近 这个丧尸假装自己是个专业老六 他与大树融为一体 完全看不出破绽 等球哥两人走过去后 他便尾随在身后 没想到 阿强半路尿急 刚想转身放水 就看到丧尸的身影 他连忙跑去拿武器 好在丧尸走得慢 被当作活靶子 三剑齐发当场送走 随后 他们开始布置陷阱 以此引诱更多的丧尸 阿强还拿了三本秘笈 以及一串铜铃 甚至还有四十米大刀 而球哥来到一旁的木屋 发现了阿真的尸体 但球哥为了让阿强安心 完成任务 并没有告诉他 还让他作为丧尸的诱饵 掉在了树上 很快 球哥布置好陷阱 他来到木屋守住带土 没多久 一旁的铜铃开始摇晃 阿强看到了丧尸 他对着木屋大喊 却没得到回应 此时 慌张的阿强更加的慌张 他并不知道球哥早已睡去 而他脚下的丧尸 用树枝对着他屁股一顿戳 就在阿强屁股不保时 球哥醒了过来 接着拉弓射箭 打中了丧尸们的老妖 现场只剩下一只丧尸新娘 而阿强过于慌张 把电锯弄掉了 被丧尸捡了起来 球哥见状赶紧冲出去 用镜子照向丧尸 这才把丧尸抽走了 随后 阿强被放了下来 他们觉得剩一只丧尸 肯定很容易解决 于是循着声音找到了踪迹 但只见电锯不见尸 他们以为丧尸走远了 可下一秒 阿强看到此景 只能撒腿跑路 丧尸也提着电锯紧随其后 可不出意外的话 意外马上出现 阿强踩中了布置的陷阱 他没有多想 弄开架子后 忍痛跑到木屋里 还看到了阿真的尸体 而丧尸也破开大门 最终阿强心一恨 拿起40米大刀冲向丧尸 结果他也被干掉了 而森林里那群被干掉的丧尸 又活了过来 此时 太阳快落山了 在家的强姐迟迟不见两人归来 刚想出门求援 就看到了丧尸的身影 看来外出的两人出事了 他刚拿起电话求救 可无碍的丧尸早已拔掉了电话线 连车子都被丧尸占了 而他们为了进入房子 用木棍撬开门上的镜子 关键时刻 强姐想到了最后的办法 他淡定地走向大门 没想到 这一出把丧尸整不会了 被请进屋后 强姐用过气的罐头招待了他们 虽然丧尸很可怕 但强姐依旧淡定 酒足饭饱后 丧尸指着杂志上的舞者 暗示他们想要跳舞 强姐健壮 将他们带到了地下室里 等丧尸全都被骗下去后 她果断开溜 接着关上了地下室的门 很快 丧尸开始发狂 而电视也冒出白烟 最终丧尸全被吸进了电视里 而强姐因为经历这事 被送进了精神疗养院里 她出差的父母回来看望 医生说她恢复过程中 得让她看到熟悉的东西 就这样 那台电视被搬了过来 接着医生打开了开关 还是熟悉的画面 众人努力了一天 结果就是马路上的传单 白给 如果你有这台电视 你会做些什么呢 好了 我是夜球 我们下期见